這一兩個禮拜以來 所有當爸媽媽的人 看到那樣的畫面 一個個個出來 真的很心痛 小朋友被這樣子的凝虐 被打 然後還打到死 那怎麼辦呢 就是說總統跟院長他們說 要呼籲國人要及時通報 然後多關心周遭的人 這也沒有錯 所以我們不能說亂罵之後 總統你在講什麼 總統講得都對 可是你是總統 你不是理事長 你也不是我 你也不是一般的家長 你是不是有更有PD手段 相較於總統所提出的比較 像是沒有那麼實際的 做法的呼籲 我覺得總統應該可以做更多 這個呼籲在有發生這些事情 跟沒有發生這些事情 其實都是做一樣的呼籲 大家都會去注意到 就是當小朋友出生以後 像我有三個小孩 都要定期打預防針 然後還要有他的成長曲線 其實不只是給家長 自己關鍵自己的小朋友 也給社福單位去注意到說 小朋友怎麼沒有來打預防針 小朋友的生長曲線 為什麼那麼低 是不是有可能營養不良 爸媽在教養過程當中 對他可能有凝虐 或者是沒有固定的 這個正常的教養 都可以介入跟追蹤 然後最後發現 然後杜絕 這些東西 你不是只有兩個字就是 提醒大家多關心周遭 或者是呼籲大家 要注意及時通報 這個只是在一個 大家我們都一起動起來吧 的講法而已 蘇院長的做法比較實際 可是我也必須說 現在的一個做法是 孫長希望能夠把這個 有關虐童自死的刑責能夠提高 這個早就已經在立法院了 就是早就已經提出了 就是原本大概是五年的刑期 如果虐童自死的話 最高可以判到無期徒刑 觀眾朋友我必須要講 這個可能講起來比較 讓大家可能會大探一口氣的 我們現在其實中華民國是有死刑的 所以就算判死 也不執行死刑的情況之下 當你最高的虐童自死的這樣的刑責 只是提到無期徒刑的話 那他會不會被判無期徒刑呢 判了無期徒刑之後 後續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也就是說其實現在也有一個說法是 如果死刑現在我們的政府都不願意執行 有什麼東西能嚇阻 你沒有辦法嚇阻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總統跟院長 他們今天在就是第一次的 也給大家看 因為現在畢竟是網紅院長跟網紅隔魁 動起來希望民眾看得懂的這些做法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批評的 可是畢竟你們兩位是總統跟院長 你們手上握的大拳比 現在在看電視的每位觀眾朋友 還有我們在場每位人都多 所以你們可以更明確的告訴大家 如果這種事情我們不想再看到 除了呼籲跟叫大家即時通報之外 你有沒有辦法可以做出什麼樣的 雷厲手段 可以禁止這樣的事情再發生 過去我們常在講 有重大刑案發生的時候 你要組專案小組 立刻快速打擊 去嚇阻後續再發生 現在這個如果光是只有呼籲 而且修法也只是修到 無期徒刑的話 我不是很確定的 就是說可不可以 讓我們不要再看到 這樣的狀況發生 我覺得執政團隊 應該要負最大的責任 這包括剛才我們講 蘇貞昌院長的態度 我跟觀眾朋友報告一個數字 我今天出發前跟我們 高雄市社會局 跟衛生局調了一個資料 就是高雄市兒少通報的案件 104年的時候 5993件整年 一直到去年107年的話 到11月底 就像教授講還沒有完整 大概只有4000件 減少了 減少了1000多件 通報減少 那你從蔡英文政府 他在2016年當時 這個小燈泡的案子 他就說 他講的那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他不會讓他白白的犧牲 比方說他對這個虐童 或者兒少這方面的問題 他一定會非常重視 非常積極 來做一個防範也好 或者後來的一個處理 剛剛大家討論那麼多 其實都在講這個刑責的加重 或者要不要修法 其實都在這個 我覺得是在有一點像是 後面的處罰 我覺得在預防面的方面 我相信任何一個 會發生到這麼大的案件 絕對不是第一次被打 也不是第一次的家庭問題 可是所以通報變得很重要 以我們高雄市政府 這個數字給我 大家要嚇一跳 四年前整個高雄市 還有將近6000件的通報案件 到去年剩下大概4000件左右 那你覺得通報減少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政府不重視 現在我們通報 沒有說宣導說大家要雞婆 要多打電話 其實我覺得像沈大佬講的 沒有錯 我在美國也住了很久 美國人對這種東西 左鄰右舍都很雞婆 我們中國人可能是家醜不外揚 不要管人家家裡 所以應該像剛才 萬安講的 告訴大家家暴是犯罪 不是管別人的家務 但是現在我們政府 有個機制是什麼 是醫院要通報 學校要通報 這是有罰則的 醫院跟學校是一定要通報 是要 譬如說我醫院裡面 有一個兩歲的孩童來 他這個外傷 很明顯不是自然外傷 這一次的女童也是醫院通報 沒有錯 我們是有這個機制 而且這個機制是要處罰的 也就是說政府要去追蹤 你的相關單位像醫院 或者學校 沒有真正通報的話要處罰 我跟各位講 我在高雄市政府調了資料 過去四年 高雄市政府只處罰 四年只處罰十一個案子 表示十一件該通報沒有通報 硬通報沒通報的案件 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政府有沒有重視很重要 那不只是你自己的行政方面 有沒有真正在做 剛才玉米委員講一點很重要 各縣市的社工人員現在缺到荒 所有的社會局 醫院都很需要很多這樣社工人員 在做這樣子各個家父的拜訪 或者是對這樣的案件做後續追蹤 政府有沒有重視 你有重視的話 你就該補足這些社工人員 你要讓市政府有這樣的資源 來預防這些有可能受孽的兒童 所以我才講說 民進黨政府 蔡英文政府 講了一口好的政策 他讓小燈泡不會最後白白的犧牲 那到現在 這個案子我覺得還層出不窮 如果以賴教授的數字 台灣這麼嚴重的虐童了案件 可是我覺得 我看不到政府的決心跟實質 他要做在哪裡 觀眾朋友要知道 2017年的全台家暴數 一年是11萬 去年是13萬 我們剛剛這樣錄影到現在 一個小時過去又多16件了 但是家暴不一定是虐童 但是我可能 我補充一點 因為剛剛大佬講的 我就同意 因為大佬講說像這個case 可是他是極端的狀況 已經小朋友可能都已經被虐 然後說什麼卡到陰 所以就打他 說他因為要把那個壞鈴打出去 可能他們的教育程度很不足 衛教的知識也不足 還抱去唱歌 然後小朋友都已經 都已經死掉了 都還不知道 這種是極端案例 一般是不會這樣 可是我剛剛講 這麼多的家暴當中 如果隱含了 虐童 要不要死刑 大佬你現在講的 你只關心有沒有死刑 當然 現在討論集中在這個地方 大佬我正面回答您 對 我不逃避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非常無恥的 大佬能講的 非常無恥的小孩 媽媽你知道嗎 死刑 對這個case來講 或許沒有嚇阻 法官看到這個狀態 法官可能不會選擇死刑 他可能會選擇無期途刑 他現在17歲 他也不適用 他未滿18歲 他也是在少年法庭 我同意您講的 我真的 我不是跟你說開玩笑 我同意你講的 這個case的這個當事人 這個媽媽 可能不會因為 現行法令有死刑 他就不這麼做 但是我說他是極端的案例 我們不是只有看這個case 我剛剛講那麼多案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在過往的 淋略致死的這些孩童當中 法官最後所採用的 都不是殺人罪 全部都不是 都是致死 對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 刑責跟法條上 是應該要做點修正 第三個剛剛少林在講的 我也跟大家補充一點 我對警察的朋友 沒有任何的偏見 或者是指責 可是觀眾可能不知道 我提出來一講可能到 你就大概能夠想像一下 我們都有一個 偵查犯罪的這個績效表 大家就講 然後撿刀槍 對不對 如果你查到一把槍的話 有8分 一個警察如果說 在他的執行過程當中 查到槍8分 毒品的話12分 家暴呢 0分 所以家暴基本上是沒分的 我不是說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警察都對於這種事情 就是不處理 可是顯然我們在制度上可以修改 讓所有的社福 學校 醫院 跟警察系統 對於家暴這件事情更加重視 提升大家對這件事情的注意力 我會補充一下 剛剛黃議員講的 這個通報的數目下降了 差不多1000個案子 1000多個案子 我認為不能用絕對數目 你應該去除百分比 為什麼我這樣講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的小孩每年的出生率 已經從35萬 38萬 掉到現在的18萬 這兩三年應該不會差那麼多 你去看看 我跟你講 我們這個數目是掉到 非常嚴重的數目 所以你分母小了以後 你這個當然成同樣的百分比 你這個通報的案子也會減少 而且就算我這個事理論是錯的 你也不能說這個是因為宣導不利 因為大部分的通報來自醫院 醫院對這種事情其實他都已經 多年來已經曉得 大部分的通報是來自醫院 所以所謂的雞婆精神 叫大家一起通報這件事情的宣導 顯然沒有落實 如果有的話 不會有那麼多的未通報事件 我是在針對黃議員講的 就少了1000件是因為不在 我覺得你如果真的重視的話 真的雞婆的話 你的數目一定會增加 我幫警察說一句話 因為我們的通報案件裡面 那個警察通報的占6% 百分之40 對不起 應該警察是誰 對 因為警察去處理這些 虐童案件 他的通報數是佔40% 給社會局 所以警察在這個部分裡面 扮演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他是第一線的 他一定會接受到 因為他收到案子 一定要往上罷了 你說到醫院去的時候 雖然是他的績效 沒有直接的表現 但是他還是很盡責 在做他的工作 總之 就 pronounc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